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5月27日,搁置六年之久的南海仲裁案,被菲律宾新总统小马克思重新提起,他表示,菲律宾将出于捍卫主权的目的维护这一裁决结果,但同时他也强调不能因为这件事和中国开战。 5月10日,菲律宾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小马克思与沙拉成功脱颖而出,以绝对的优势胜选。 菲律宾新政府将成立,外界更为关注的是这个国家,未来在对华政策方面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是继续延续杜特尔特时期政策,还是改变对华方针? 关于这一点,小马克思自然是心知肚明的。或许是为了打消外界的猜测,小马克思便在公开场合谈论了和中国的关系,他甚至还专门发声指出,在他出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必然会进一步加大中国与菲律宾给合作。 小马克思指出,菲律宾和中国的合作是很关键的,将会进一步提升双方的合作层次,特别是在中方已经明确表态,会支持他做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情况下,他代表菲律宾将会与中国展开更为全面的讨论。 这已经不是小马克思第一次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早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他参加竞选的时间就曾多次强调,在当下国际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如果菲律宾和中国出现了矛盾或者分歧,他是不会向美国寻求帮助的。 一旦那样,势必会引起超级大国的争端,这是菲律宾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比较警惕的现象。 因此,小马克思认为在不断发展前进的道路上,必须要扩大外交关系和贸易合作,还需要与中国展开文化教育知识等领域的密切关系。 这样才能更好地化解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存在的一些小分歧,同时表示希望和中方展开渗入对话。 小马克思曾经的言论历历在目,没多长时间,小马克思就翻脸了。 5月27日,已经成为当选菲律宾总统的小马克思却一反常态,发表迄今为止对华最强硬言论,同时他还强调不能开战。 小马克思承诺,他执政期间将会防止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菲律宾的运作。 对外部势力干涉菲律宾的运作,小马克思表示,将坚决捍卫菲律宾神圣的主权,不会以任何方式做出妥协,并表示菲律宾拥有自主主权,完全可以正常运转。 不过,小马克思在谈到南海问题的时候,发出强烈表态。 菲律宾的相关权益不允许一丝一毫地被践踏。 在此之前,小马克思一直都以非常缓和的言论来对待与中国的关系,而现在他却发表这种言论被人认为是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最强硬表态。 小马克思在发表如此前硬的言论之后,他还不忘补充的,菲律宾是不会选择开战的,这也是菲律宾最避讳的地方。 其实,谈及中非之间的矛盾,南海议题自然是避不开的。 有军事专家曾说,南海问题是世界上最棘手的领土争端,的确如此。 南海问题至今仍缠绕着多个国家,如果非要点名,菲律宾和美国可以作为代表。 实际上,中国和地图、历史教科书,以及很多外国地图和国际公约,历来都将南沙群岛标为中国所有。 而长期以来,菲律宾一直对与中国有争议的领土存在野心。 由于2016年,菲律宾曾单方面地提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该国更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支点。 就在几个月前,菲律宾和美国在吕宋岛启动了有史以来两国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媒体称其为30年来最大规模。 在美国满世界推销印太战略的背景下,他拉着菲律宾搞出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恶意搅动南海局势,其针对的目标不言而喻。 回顾2021年,美军南海及周边演训实际超100场,打折自由航行的血统,罔顾了国际法的规则。 美军只为一己之私完成各种实操,顺便还可以拖别人下水,企图心暴露无遗。 事实摆在眼前,美国才是罪魁祸首,美国不是南海有关争议当事方,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 有专家表示,华盛顿明确暗示,他把该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打算拱手让给中国。 据俄通社5月21日消息,菲律宾正在西越岛、南越岛以及北紫礁这三个南海岛礁上建立军事哨所。 非海岛警卫队上将阿布声称,建立这些哨所是为了促进海上安全、搜救以及海洋保护能力。 至于会有多少军事力量被派往这些新哨所,阿布并未透露具体数据, 只表示此次行动将是迄今为止,菲律宾军方在南海有关岛礁上最大规模的部署。 他还强调,哨所建成后将配备无线电通讯设备, 届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可以通过这些信号了解到任何情况。 不难看出,菲律宾此举是想要更进一步地监视解放军在南海方向的有关活动, 但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个岛礁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却被菲律宾侵占至今。 近些年来,菲律宾不仅强行侵占原有的几个岛屿不放, 甚至还妄想进一步蝉食中国领土,打算在南沙多个岛礁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这类严重挑衅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解放军绝不答应。 去年11月,两艘菲律宾补给船未经中国同意,非法闯入仁爱礁附近海域。 我国三艘海警船紧急出动并最终将其驱离。 今年3月份,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确又恶人先告状, 声称在黄岩岛附近与中国海警船发生近距离机动事件, 污蔑中国违法了国际法,但不论是仁爱礁还是黄岩岛都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海警船是在符合国际法规范的情况下执行公务, 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海上秩序,任何国家都无权对此事只手画脚。 同时,为了切实维护中国在南海海域的合法权益, 我们也正在因形式的调整应对策略, 包括加强常规巡逻强度, 在属于我国管辖的岛礁上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 但我们捍卫本国领土主权的合理之举, 却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坐不住了。 不久前,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在一场发布会上声称, 中国正在南沙群岛推进军事化, 修建了导弹库、飞机库等军事设施并部署了反舰防空系统。 他还关切地表示, 这将对南海周边国家构成威胁。 阿奎利诺这番表态完全是新兴作态, 美国在东南亚多国境内建有军事基地, 还频繁将军机战舰开到南海炫耀武力。 这难道就不是对域内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吗? 之所以一再炒作此类话题, 无非是想借机渲染中国威胁论, 挑战东南亚国家的矛盾。 对于美国的恶意污蔑, 中国的回应斩惊截铁, 质地有声。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国在本国领土上部署的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 是行使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 无可非议。 美国动辄以国际法卫视自居, 但实际上破坏地区安全局势, 不是国际法规范的恰恰是其自身。 不久前,美飞两军联合展开了 一场号称三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 演习区域紧逼南海九段线。 外界舆论普遍认为此举旨在威慑中国, 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问题上, 解放军向来是敢于出拳不惧亮剑。 就在拜登出访亚洲之际, 我军同时在南海、黄海、渤海三大海域 华夏禁区展开军演。 其中,南海的演习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但在解放军南海亮线后, 菲律宾依旧不安分, 这多少都有点故意玩火的意味了, 考虑到最近菲律宾两国在军事领域的 一系列互动, 不排除这次挑衅的背后 由美国缩始的成分。 毕竟,菲律宾大选刚结束, 该国内部的亲美势力还在躁动, 美国此时介入并不是件难事。 小马克思对南海的强硬言论出来之后,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作出回应, 再一次表明中方的立场, 明确指出不管在任何时候,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上的立场都是非常明确的, 不会出现任何变化。 在过去多年发展中, 中国和菲律宾已经建立了比较友好的近邻关系, 即使在南海问题上也有了双边切磋的相关机制, 关于其中的问题保持沟通和交流, 这样才能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 希望今后中非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发展吧。